Hello,大家好,我是恒星记 好久不见了 最近一直没有外出旅游 因为我的护照 在日本领事馆 已经差不多五个月了 在家也待了五个月了 最近才把这个视频 塞尔维亚的视频 传到网上 所以 有很多网友问我 怎么去塞尔维亚,需要准备什么 到他们怎么租车 加州,什么各种问题吧 我今天给做一个解答 请我先讲一下 这个护照 塞尔维亚呢 是对中国免签 所以呢,只需要 一本护照 这个护照啊,有效期 一定要在六个月以上 如果你的护照 不满足六个月 你需要换护照了就 办完新护照以后再去 就可以了,在国内 怎么去塞尔维亚 我呢,是从 市里兰卡直接飞到塞尔维亚的 在国内呢 那我以前也查了一下 嗯,就是 基本上都转机 有的朋友说有直行 但是我一直没有看见过 好像最近有发文说 6月1号 北京 自从塞尔维亚 贝尔维亚 贝尔维亚的飞机 但是我也没有查到 嗯,好像那就是 应该都是转机 北京啊 广州 上海 这几个大城市 都有飞机 现在我看一下 最便宜的转机 需要 3000多人民币 好像是 广反机票 每个人 还挺合算的 嗯,2020年的5月19日 塞尔维亚 就是 可以入境了已经 但是现在 我们 这边没有机票啊 我查的好像是 9月份 10月份 那个时候应该有机票 啊 甚至便宜的是3000多 嗯,好像在做花转机 嗯,就具体就要看 你的时间安排了 看一看 转机有时间长啊 时间短 有 需要签证 有不需要签证啊 有需要 过境前 有的不需要 有的你要是 转机时间长的话 你在机场待不了 你得要出境啊 出机场啊 所以就要签证 嗯,最好自己 都查好吧 查明白吧 嗯,最好是 转机时间短一点 在机场待个 两三个小时 这样 最好的 在国内 飞过去多少小时 一般算是转机 来说 就是二十七八个小时吧 一般好像是 我是在 斯里兰卡克里莫河 飞到阿布扎比 从阿布扎比 又住了一宿 嗯,第二天 早上的飞机 飞到 贝尔格拉德 也是需要二十多个小时啊 可能机场落地以后 嗯,过关 这个非常简单 嗯,就是拿着口罩 直接走过去 所以一般十五买就过完了 这非常方便 这个 嗯,也不查机票 嗯,有没有网粉 机票好像都不查 但是我们一般都买网粉 因为网粉便宜嘛 反正是 我这是没有查 嗯 嗯,还有 到机场买一张电话卡 最好 呃,带一点 美金,欧元 这零钱 带一点 换,少换一点 购买电话卡 购买 就是用的吧 坐车啊 车费啊 路费啊 买点水 渴了 什么 嗯,在机场少换一点 那电话卡是300D那儿 嗯,一张卡 好像是七天 里面有一级楼梁 机场里面的小超市 就有卖的 这些东西 为什么说要买 这个当地的电话卡 因为你出国 必须用 谷歌 最好用的 你用国内的什么 导航软件呢 是不太好用 有的还没有授权 所以说你出国 开车 或者是 去哪儿 你都需要这个导航 就是谷歌地图 以前我出国人说 是开的漫游什么的 但是 有的地区好用 有的地区就不好用 因为它有个限制 你 这个中国的电话卡 出国漫游 也是有广播限制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为什么 在国外要买当地的电话卡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有很多网络限制 我们很多软件用不了 翻译软件 还有 汇率软件 导航软件 这些软件是用不了的 有的是刚刚开放 也是可以用 但是网络信号 肯定是没有当地的卡好 所以我就 在国外一般能选择当地的卡 下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驾照的问题 中国驾照呢 在西尔亚 是可以用的 不过呢 不过呢 得需要办理一个国际的翻译文本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国内的那个注册网站上 各大旅游网站都可以办 这里我就不想及说了 因为有广告嫌疑 现在这个就是在国内网站 免费办理的国际驾照翻译文本 现在这个呢 就是我在香港办理的 也是我在国外一直用的 是香港驾照加上国际翻译文本 我在塞尔维亚就是用的这个卡片 他们用一张卡片就可以注册了 这个香港驾照 配着这个国际发行文本 在全球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这个香港驾照 可以免考试兑换 好几个国家的当地驾照 但是它有一点不太好 就是它的费用比较高 我这个香港驾照 是在14年自己去香港办理的 不算撤费路费的话 好像是790港币 自己办的就是非常繁琐 自己去了两趟 才把这个香港驾照搬成 最后又找到中介 办的这个国际驾照翻译文本 好像又花了1300多人民币吧 好像是20年的有效期 左边的呢就是收费的 右边的小白本就是免费的 需要办理的一款 就是看你自己需求了 有一个租车的问题 租车呢就是在国内 某网站 定的 国际租车 某网站 自己可以找一下 我这个里面也不好说 因为都有广告嫌疑嘛 他们家是在国外租车 是最便宜的 你可以找一个 最便宜的价 那个价格 有的时候评价不好 但是我在他们家租挺好 我的视频里有 我在12月第一个视频里面 可以看到他们家 租车 我是租了8天 人民币970多块钱 如果你要是在出国的话 他的网站上写的是60欧元 但是呢 我在现场呢 跟他谈了一下 他告诉我 这个是50欧元就可以了 不是60欧元 50欧元 而且你租车的时候 必须要带一张国际的信用卡 必须要带一张国际的信用卡 微商 万斯达都可以 因为他要预售权 押金 押金应该不多 人民币几千块钱吧 这个出国的这个50块钱呢 欧元呢 是在你预售权里面扣 最后你搬交车的时候 换车的时候 他在里面扣 租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么便宜的价格 只有手动挡的 如果你要是不会手动挡的 你要是租自动挡的话 大概每天需要贵200多人民币左右 所以说最好是 找一个老司机跟你去 会手动挡 那是最完美的了 定方软件呢 我都是用宾客 Boking 还有Agoda 安可达吧 这两个软件 再结合国内的协程 有的时候呢 还用非洲 你得结合一下 看看谁家便宜吧 他有没有这些酒店 但有的 就是前面那两个 那个订房网站的软件呢 就是名字 好像跟 这个国内的有所不同 可能就是翻译不同 你对着仔细看一下 它应该是一个酒店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 用Boking啊 刚想订 当时我看一下协程 哎 协程突然间便宜了 便宜了几十块钱 那我就用协程订了 是吧 就是这意思 大家就是在订房的时候 多看一看 多找一些软件 多对比一下 就可以了 我一般都是逛完以后 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 就订当天的酒店 我不提前预订 因为我感觉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嘛 就是非常突然的 你发生一件事的话 你可能就赶不到那个地方了 而且这个就浪费了 所以说我旅游是没有计划的嘛 每天走到哪 定到哪 我就是喜欢这种旅行 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太喜欢吧 再有一个就是 我的行程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看的谷歌地图 一边走 一边看 一边玩 下面是汇率问题 塞尔维亚的货币叫迪纳尔 它的汇率是一日文币 对它将近15块钱 这个钱怎么算呢 你花多少钱也不知道 你怎么算 我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把你所花的钱 递那儿乘以6 乘完以后抹去两个零 这基本上就是它的 对日文币的汇率 是多少钱 大概吧 就是大概 就属于毛算 不能细算 细算你就要成为6.5 6.7 或者乘以7都行 你就这么算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简单 还有就是你带钱的问题 还有取钱的问题 这个取钱呢 它当地没有银联 所以你取钱的话 可能需要贵一点 手机费 所以说什么支付宝 微信 那都不好用 最好呢 你是带上美金 或者是欧元现金 因为这个地方旅游 你用不了多少钱嘛 你带一个两三千美金 其实都够用了 我感觉是用不了 我一般都是带现金 再有一个换钱 在哪换 机场肯定是不能换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吧 我们一般都在那个 每个城市的步行街里面 都有换钱店 而且每家的汇率 基本上都差不多少 你可以多过两家 差个几块钱 可能就是这样 还有朋友问 什么赛如下的习俗问题 赛如这个民族 感觉好像我们中国北方 人的那个性格 比较豪爽 就是我感觉没有什么习俗 除了你要去波黑 那边穆斯林 什么其他猪 比较多 比较混账 就是要注意点 那个穆斯林的习俗 事儿为家感觉 没有什么习俗 人都非常不错 到点注意吧 该注意的注意点 就没什么事 中国这个 说话声音大 什么这些 注意点呗 就没什么大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 问我 很多朋友问我 不会英语 都敢出国 这个不会英语 这个问题 这属于硬伤 这个 我也弄 我自己也弄不了 是吧 但是你敢出去了 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只能跟你这么说 除非你特别害怕 你也不敢说话 只要你敢说话 什么都不是问题 实在 不明白了 你可以用个谷歌翻译 下一个谷歌翻译软件 这非常好用 我去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是19年的11月份 那个时候 那谷歌呀 还没有那个塞尔维亚语的语音 就是你说中文 跟你翻译塞尔维亚语的智能出来 他的语音那个说不出来 等到我回来以后 3月份的时候 我再一看 嗯 好了 他有了 我这边说什么什么 中国话 中文 他那边塞尔维亚语就出来了 可以说了 这样 我就没敢上 不过也可以 我一般用的也少 我这一次旅游走了 两个多月 上个月呗 感觉 就是也就是习惯了 就是习惯了 还是几天呢 特梦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懂 而且英语一句也不会 他不跟我说什么 我也听不懂 连早餐我都听不懂 后来 时间长了 就是时间长了嘛 你每次都听这一声音 这只眼要记住了 就是 其实挺有意思 挺简单的 对 那个手机翻译软件啊 一定要用谷歌 其他的没有那么太好用 其实也不用什么翻译机 翻译机 有点 太高小费了 翻译机那个东西 有点太高小费了 我们自己感觉没有什么 太大用处 哈哈哈 那可能是 有的朋友可能 感觉也不差点钱 那也是最好 那是最方便的嘛 对啊 对啊 对 怎么办 是啊 我是 快乐 那么 那就是 我也 我 Shrimp 的